東豪哥 因為剛剛其實 苦林大哥講的好像真的 打包什麼 這是他的苦事幽默 他的苦事幽默 但是我們如果就比較是 資深媒體人來看 高嘉瑜在未來可能要初選 或是什麼 他自己統這個問題 會遇到的難關 或是什麼 先講一下 高嘉瑜道歉 對不對 可是他臉書上那一篇 沒有沒有下架 六天都還在 我剛剛把他截圖下來了 就還在 就我們如果覺得說 你要道歉 你會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你會改自己的臉書 因為你講說 那個行政態度 行政司令 那我如果 我如果倒歉就表示我講錯了 那我應該會第一件事情 我會把我的臉書修正 修正完的時候 我可能要在那個標題上面 自己做個標題 或者我要把那個 那個要寫說 這個事情 抱歉 這起來叫道歉 我們先講做人 做人 第二個是高嘉瑜的未來的命運 我是不看好 我是覺得他應該會掛掉了 為什麼 掛掉是什麼意思 就落選 落選 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回去看高嘉瑜 在二零二零年那場選舉 當選過關 他贏了李燕秀是七千票 那那一場是蔡英文寫下 八一七 八百一十七萬的歷史紀錄 你像那個立委 立委投票都是七成多 立委的投票都七成多 那一場裡面柯批 臺灣民眾黨沒有提人 沒有提人 所以高嘉瑜 如果想要去當立法院 第一件事情 不是拜託民進黨 要拜託的是柯文哲 臺灣民眾不要不能提名 臺灣民眾如果在港湖區提人 以黃珊珊過去在港湖區的基礎 黃珊珊什麼事情都不做 還不一定要黃珊珊 他只要提人 黃珊珊去幫忙站臺 黃珊珊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兩萬票 就很固定 那你想想看 高嘉瑜上次 上次贏李燕秀的票 有沒有來自於這個柯批 他們的票 如果我們的判斷是有 只要柯批提人 很錯 你上次跟李燕秀 幾乎是PK的狀況之下 你才贏七千票了 只要黃珊珊那兩萬票不出來 你怎麼辦 好 就算柯P對你很好 你比較白假的 港湖 臺灣民眾也不提人 你現在最近這件事情 你又 我跟你講說道歉要有誠意 到現在為止臉書不改 深綠的盤 票投了出來嗎 所以為什麼無心帶 那個事情可以吵得起來 那個心情你是到了 寧可讓你落選 我都不要投你 在做 在講的這些人裡面 哪一個是民進黨的人 我自己無黨籍的 我沒有政黨 我當然幫吳星代 吳星代只要出來 我一定幫他住獎一場也好 隨便 高嘉瑜的先天的命運是什麼 就是說你如果不是在民進黨 全力相挺的狀況之下 還要總統候選人的那個 群擺帶你一把 你怎麼跟國民黨PK 國民黨甚至下一次不用出來 不一定是要領燕秀 他不一定要領燕秀 你只要想說這個局 高嘉瑜 然後自己發神經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超 超真的這個四千五百萬 四千五百億的事情 你可以吵那麼久 你吵這個有什麼意義 你吵這個有什麼意義 你是撫慰了這個去年選舉事後 民進黨基層支持者的心靈嗎 這時候你其實要做一個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你是要去安慰 安慰基層的心理 因為今年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明年的現在 大概再隔個一兩三天 立委就要投票了 你這個時候沒有給溫暖 人家到時候怎麼會給你溫暖 你還自己煽風點火 我也沒看過這種選舉的 可是對高嘉瑜來講 撇開他跟民進黨到底 他到底算不算民進黨 我已經搞得清楚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做的事情是加入臺灣民眾黨 他跟科幣比較像嘛 就變來變去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講他 就是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也要監督執政黨 但是呢 你所有的發言跟質疑 那當然可以質疑 你這個時候就要依據要很清楚 你不要搞錯 因為剛剛講到王世堅 都忍不住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從高昂安到王世堅 我就在笑一件事情 所有的官家機關的工程 工程的發包跟付款 他是有一定的規矩 按照工程進度 逐筆逐筆付的 高昂安第一次當市長 他搞錯就算了 王世堅 你當了那麼久的市議員 我不客氣的講 不是 我覺得王世堅 他必須要做的事情 不是看一個小鞋生一個小孩 他可以去問 去求證 這都是不要說 這是一個ABC 公家機關 所有工工工程的發包 如果你連按公期付款 這件事情都搞不清楚 你才會去講出那個話 當然他會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更受不了說 收押 收押都付來了 你覺得他像民進黨的嗎 我跟你講 就算民賢哥也不會講說 林志堅該壓的不是嗎 你會講這種話 你也是一分淨谷 說一款話 不是嗎 對不對 你們剛才比較會從 包括苦林老師 當然是從原文人的角度 很多都是比較從民進黨的角度 去看高嘉瑜 可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跟他一樣酸酷 我看的 其實我比較不一樣 像我的話 因為市長 當然吳星戴有他的實力 吳星戴從上禮拜六日 他在跑市場 我遇過他了 他也開始發春聯 而且他的工作 他已經從屏東 屬立院遷到康寧 康寧三內府 所以他已經要拚 不過高嘉瑜在基層 雖然剛剛東豪哥不看好說 不看好他會連任 可是高嘉瑜老實講 他有他的優點 跟他的魅力 我先說 因為我們要分析他的 比方說選民支持度之前 試想如果是國民黨的同志 可是他講的都是這種話 然後在你們正要發消費券的時候 自己補一刀 有時候會被平 不過我不要說得那麼嚴重 就是說民眾希望早一點發 早一點拿到 錢當然越多越好 這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大家基本心 大家要想 不過行政院當然有他的流程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當然是第一個 他想抓住一個民眾的一個希望 一個奢求 第二個透過這個炮打 我想炮打行政院的過程中 也可以累積他的聲量 這也是一個事實 我插一句話 我覺得高嘉瑜乾脆偷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趕回去沒有立委 不行 這樣就暴露身分了 他比較適合 他比較適合當選立委 我覺得說 當然大家對高嘉瑜不同的評價 我跟他不同黨派 我以為我告訴他 絕對是那個壁壘分明 我們絕對是那個水火 水火不同源 可是在基層選民 對他的評價 綠的一定對他生物痛絕 把他賣到這麼痛苦 不過真的是他在基層 還是有他的優勢在 我覺得 我還是才覺得 我不否認他有 他有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以從市議員一路 過彎展這樣上來 我說我只做一個 很簡單的數學 吳欣代如果初選 參選 他是臺灣基進黨 幹嘛要跟民進黨搞初選 他如果獨立參選 他能不能拿一萬票 一定可以 他如果拿一萬票以上 高嘉瑜憑什麼當選 那搞不好高嘉瑜有同情票 國民黨的同意他 我覺得這重點不是立場問題 是人格問題 現在高嘉瑜是整個人設都崩毀了這樣 因為我們什麼事可以不恨 什麼事可以恨 但是大家最恨的是背叛 是出賣 這我就是最好的歷史 所以他這一點會被人家詬病 這才是他的致命傷 如果他繼續這樣 只道歉不改過 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你到時候會兩面不是人 你現在藍得熱得看好 高嘉瑜看得好 明顯哥今天覺得錄影好輕鬆 我講什麼都不對